马克龙和冯德莱恩结束了对华访问之后,外媒也注意到了两位在对华态度上以及在华受欢迎程度上的截然不同的温差 美国国会山报指出,两位领导人此行凸显了欧洲本身在中国问题上存在分歧 马克龙带着庞大商业代表团签下了大订单的行为,表达了法国对保持甚至加强与中国的经济关系的重视 然而冯德莱恩表示欧洲应在与中国的经济关系中降低风险,低risk 又警告说中国不要在乌克兰危机当中支持俄罗斯 他的鹰派做法被认为更符合中欧和东欧国家的观点 这些国家与主流的法国、德国的这样的主流观点相左 我注意到阿塞白江媒体就指出,对于冯德莱恩来说,他在北京的任务纯粹是政治性的 这是一次彻底的失败 他的信息不仅被置若网闻对法国的招揽,也在他眼皮底下有赠无减 其实欧盟内部在对华问题上存在分析不是什么新鲜事了 近年来越发明显 在冯德莱恩领导下的欧盟委员会与美国保持一致,采取更加鹰派的基调 欧洲媒体爆料,长期以来在欧盟内部对冯德莱恩也有一些指责 原因是他的团队与美国过分接近 冯德莱恩本人与拜登建立了牢固的职业关系 除了在七国集团和其他国际会议上的会晤之外 他还曾两次在椭圆形办公室会见美国总统拜登 相比之下,欧盟的另外一个举头,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 还没有正式访过白宫 却在去年年底访华,今年也表达了想继续访华的意向 他正在努力推动对中国采取更少的对抗性做法 希望避免商业关系的破坏 欧洲理事会是代表欧盟27个成员国领导人的欧盟机构 每个季度的欧盟峰会也是他主持 欧盟委员会制定政策 因为内部的敏感性在贸易方面有一定的权限 但在地缘政治战略方面 也就是关于欧盟在国际层面的立场 还必须在欧洲理事会的授权下进行 理事会的论点是 希望欧委员会在采取可能激怒北京的措施之前 应该与各国首脑进行更多的措斩 归根结底 欧盟是一个只能通过所有成员国之间的共识来运作的集团 但如果美国能够破坏这种共识 就能破坏整个机构的运作 这就是为什么欧洲很难真正建立一个 能够服务于一致的欧洲利益的自主外交政策 这也就意味着 当法国、德国等国家宣布希望与中国接触时 他们当然有影响力 但是整体效果从未真正一致 我注意到这次很多中国的自媒体说 冯德兰坐民航来中国 说是马克龙故意不带他 我认为合理的解释可能是这样的 马克龙代表法国政府 各国政府是有总统或者是总理专机的 但是欧盟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因此没有专机 有时欧盟领导人是高价租用商业私人飞机 或者就是坐民航了 那我在往返布鲁萨和柏林报道 欧盟峰会的时候 也在飞机上奔到过欧盟的一些高级官员 怎么说呢 我认为欧盟就像是27个成员国 头前组成的协会 权力还是在各成员国手里的 米歇尔是协会主席 需要讨好各个资方 弘德兰是白宫市主任 分管运营和日常事务 那么问题来了 协会的宣传和公共关系是谁负责的 就是即将在本周四至周六访华的 欧盟外交事务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 伯雷利 之前我说过这位西班牙前外长 对华态度还是比较理性的 他最近在欧洲议会上的发言 重点就放在了与中国的合作上 他曾经表示中国政变的越来越自信 并发展出越来越激烈的竞争 他也指出美国是我们最重要的盟友 但在某些情况下 我们对中国的立场或做法将不尽相同 根据当地媒体的透露 伯雷利此行的任务是解释冯德莱恩此前表示 对中国的低risk降低风险在实践当中到底如何运作 尽管并不是每个欧盟成员国都同意这个说法 伯雷利还将再次要求中国成为乌克兰和平的促进者 此外他将重申欧盟对其自身一个中国政策的承诺 并寻求确定欧盟中国年度峰会的日期 因此大家期待一下本周伯雷利访华会有哪些表态吧